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在这次事故中 共有41人遇难 中国驻俄罗斯大使馆证实 事故飞机上没有中国公民 为纪念俄罗斯为国战争胜利74周年 5月9号 俄罗斯在首都莫斯科红场举行盛大阅兵式 约1.3万名来自俄各军兵种部队的授阅人员 组成35个徒步方队通过红场 另有130多辆现代化军事装备组成的装备方队 从观礼台前通过 总统普京出席阅兵式并发表讲话 阅兵结束后 普京向无名烈士墓敬献花圈 动动手指 你就可以买到全世界 当这样的豪言壮语变成现实的时候 人们发现电子商务的副产品快递也带来了新的烦恼 越来越多的快递垃圾该怎么处理呢 本周《亮望周刊》关注海量快递垃圾的工房站 讨论该如何更好地解决快递垃圾过多的难题 数据显示 预计2019年快递业务量将突破600亿件 平均每人每年有近50件快递 而推行绿色包装仍然存在着多重的问题 一方面 可循环快递箱尚未与上游的供应链厂商形成联动 而另一方面 绿色包装的成本过高 企业大规模推广 动力不足 如何才能使采用环保包装成为消费者的自觉性和习惯性的行为呢 专题详细介绍了一些企业试点快递绿色物流的解决方案 指出需要围绕社区 高校等快递集中投放的区域 全方位共建共治 依仗更加完备的法律配套 加强国民绿色意识 倡导绿色生活方式 本期《财经国家周刊》关注的是另一场战争 数据显示 在我国平均每天有超过一万人被确诊被癌症 超过六千人死于癌症 在居民全部死亡当中 恶性肿瘤居首位接近四分之一 如何打赢防治癌症的攻坚战 《财经国家周刊》采访了国家癌症中心主任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院长贺杰 指出 我国癌普处于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癌普过度的阶段 当前癌症防控有四个难点 预防难 发现晚 不好治 不规范 随着早诊早治逐渐扩大 以及医疗水平的不断提高 我国癌症死亡率攀升将趋向平缓 而推动癌症防治潜移 解决癌症筛查服务的科学性 规范性 以及可及性问题 是当前的药物 防治癌症是一场持久战 同样 提高全民的文明素养也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攻坚战 高铁罢座 拒绝检票 恶意逃票 诸多新闻在受到舆论的质疑指责的时候 也让很多人开始思考 怎么才能真正地唤醒人们的规则意识 让文明这个概念深入人心呢 女子乘高铁拒绝检票 这组报道在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里 一度登上媒体热搜 有同车厢的乘客拍下了这段视频 视频中一名女子高声斥责一名女高铁乘务员 视频中双方多次提到检票问题 武汉铁路5月5号通过官方微博回应称 5月3号G521次列车上 一名旅客对列车上实名制验票工作不理解而情绪激动 后经随车乘警批评教育 该名旅客认识到自身错误 事实上就在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 在公共场所上演的各式闹剧不断 5月1号一对母女准备在西安城南客运站乘车去往安康时 在车上误坐了乘务员的座位 之后拒绝换坐并和车内的乘客发生口诀 导致车辆晚点发车二十多分钟 也是在5月1号甘肃京川开往平梁一辆列车上 一对夫妻带儿子出行霸占一位女孩的座位 还骂哭讨说法的女孩 迎川铁路公安处民警表示 对此类站坐霸坐行为零容忍 已经介入调查 也是在最近 一名男子在朋友圈 炫耀自己乘车逃票的经历 最终警方找到男子高某 经查他利用买短途车票乘长途车的方式 逃票九次 逃票金额八百多元 最终被处以行政拘留十天 罢座 逃票 拒绝检票 为何会有人置规则于不顾 对违反规则的人 难道真的无能为力吗 好 今天这个话题为大家请来的两位嘉宾 一位是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王从虎 王教授您好 周深好 观众朋友好 另外一位是时事评论员吴旭兰旭兰好 你好 想先请问旭兰 这个其实高铁霸坐这件事 你说人家拿着票 来了就是这座 你明知道自己不是这座 为什么就能霸在这不走 您觉得他们什么心态 不讲理心态 说穿了就是规则意识太淡漠了 而且我觉得往身里说就是规则意识 老师就天天叫 红灯亭绿灯 对对对 要守规则 但是还是这么难 就是他真的没有深入到每一个国人的心中 王教授在这种情况下 比如我们说的这个 比如说霸座 比如说拒绝检票 比如说拦车门 首先是不是规则这些人不清楚 我觉得还不能是这样 一个的确有一些无知 他可能知道 但是在关键时候 他没把规则能想得起来 或者他自己真的有些情况 他的确是不知道 但是更大一部分人 他对什么都没有约束力 对什么都没有禁界的一个信念 对不禁为任何东西 永远把自己利益 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 以个人为中心 我觉得这可能是目前最大的问题 也是我们最担忧的问题 因为我本人曾经也对这个 实名制检票吧 有过不理解 你看我就说 比方说我们坐高铁 先进站的时候 身份证 所以要核验一下 然后你进闸口的时候 身份证和票又 上车没多久 又过来一个人 出示身份证 出示车票 三遍 包括到出站是四遍 我真的 我曾经就说 为什么这么烦 我在网上写了这样 很多网友告诉我说 并不是每个人 都像你这样守规则 你买 比如说北京到上海的票 你到上海下车 所以你知不知道 有人买短成长 其实在刚刚过去不久的 这个五一长假 真的是有人 没有那种规则意识 买短成长 所以很可能 刚才我们提到的 这个乘客 他像当初的我一样 他不明白 有一些人是违规的 但是很多时候 可能很多人 都没有我说的 第一种情况 他们就是觉得 我的事情 老子事情天下第一 他已经陷入了 那种情况之下 他就是四而忘功了 本身现在我们里头 都是对号入座 那现在这些人 采取一个人利益 来冲突我们的公共利益 反而是侵占别人的利益 和别人的权利 那造成这种 公共秩序的扰乱 造成他人的权利 还有公共的利益的损害 这非常明显 所以这里面的确 刚才就像您说的 这些人的这种行为 其实表面看着 是他个人的 他所带来的损害 不仅仅是个人 而且更大的是 对规则的损害 对公共秩序的 一个极大的破坏 当地时间5月5号 俄航一架客机 由于突发故障折返 在紧急降落时起火 至41人死亡 而让人震惊的是 就在千军一发之际 居然有乘客 因为拿行李 而耽误了 后排乘客的撤离 从乘客逃生视频中 可以看到 飞机起火后 冲气滑梯马上被放下 第一批乘客 立即往下滑 但在第16秒时候 没有人滑下来 整整过了4秒钟后 才有人带着行李 往下滑 但在第30秒时候 又再次暂停 5秒钟后 又有带着行李的乘客 出现在滑梯上 可以看到 逃出飞机的乘客中 不仅有人拿着公文包 背包 还有人拿着大手提箱 在这张座位图中 绿色代表幸存者 黄色代表受伤者 红色代表遇难者 坐在前三排的乘客 只有一人受伤 但从11排开始 只有一名乘客幸存 有10名乘客受伤 其余全部遇难 据俄罗斯媒体报道 这名体型魁梧的男子 坐在第10排 当他手拿行李 现身机场时 面对追问 他的回答是 我想活下去 我的机票没能退钱 已经等了40多分钟了 一分钱都没有拿到 事实上 类似的悲剧 不止一次发生 并非所有人都会遭遇 类似的生死时刻 但哪怕是在日常生活中 像乘坐高铁 公交车 过马路等等 这些不起眼的小事 对规则的坚守 同样是守护 每个人权益的基石 所谓规则 既是限制 也是保护 而规则意识 是彰显社会文明的标识 当时代的车轮推动 经济发展的步伐 不断前行 如何才能让文明的脚步 跟上现代社会 成长的轨迹呢 我们接着要说的这个案例 就更加极端了 就是这个 这两天发生的 俄航飞机迫降的时候 起火这件事情 现在就有媒体报道说 说有乘客 执意拿着行李下飞机 我们知道在这种时候 是千军一发呀 肯定空姐会喊说 别拿行李赶紧走 还会有人去默示 这种我们的规则 那只能说这样的人 真的是太无畏了 就是自己的安慰 他已经忘了 他只想着他的财物 就更不要说 他去想别人了 所以我确实觉得 规则意识的培养 可能还真是 一直在路上 需要不断地去强化 因为尤其飞机上 这样的事情 我们又不能去试错 对不对 每次都是灾难 我们都不愿意 看到它发生 就没有演练的机会 所以要不断地去强化它 如果一个违反规则的人 他可以畅通无阻地 在这个身份上通行 那对其他人 所带来的一个 启示一个结论 就是哇 没事 你说我自己利益 破坏公共利益 公共规则没问题 规则简单地说 就是让人们可以做什么 不可以做什么的 一个要求 所以我们为什么 要制定规则 那毫无疑问 任何一个国家 任何一个组织 任何一个区域范围内 都得需要一个规则 来保证区域范围内 反而国家范围内的 正常秩序的运行 所以当然我们 在保护大多数人利益 反而公共利益的同时 肯定要遏制一些个性的 所谓的个性的 所谓他个体权力的 过分的膨胀和张扬 所以实际上 从这个角度来说 既是对公共秩序 公共权力大多数利益 权力的保护 同时又是对极少数人 那些可能有个别 自我利益为中心的 那些人的行为的一个限制 我觉得换个角度 规则就不是约束 而是保护了 当年也是很震惊的一件事 就是在野生动物园下车 然后被狐咬 那么他可能原来就认为 规则是限制了我 和野生动物亲密接触 但是事实告诉你什么 如果你去守那个规则 就保护了你对不对 再有也是非常悲惨的一件事 就是在江上 乘客去抢公共汽车司机的方向盘 最终导致了车会 那么多人丧生的事情 所以就是如果我们从小教育 大家某一些事情 你做了 它这个后果是不可承受之重 我要看一下您的票 就是您这五车12D是那个座位 现在您坐的等于是坐了别人的座位 明白吗 我是五车厢 把那就是五车厢去前面 这是四车厢明白了吗 2018年12月 我先扰乱公共场所秩序 现在将你口头传唤 在南京南战派出所接受调查 我不是当理由拒绝接受传唤的 我将采取强制措施 请问你听明白了吗 没有听明白 那你现在是拒绝吗 不知道是吧 来 最终李女士被行政拘留七天 而这不是罢座事件第一次在高铁列车上演 2018年8月 在从济南开往北京的G3344列车上 乘客孙某在女乘客上车前 抢先坐了属于女乘客的座位 女乘客上车后继续罢座 你个大小伙子在这坐着 你不给人让坐 我这还第一次遇到这个情况 有座位 但是这个座位是人是个女士的呀 问题是 我知道是个女士的呀 我的座位在那都可以去坐呀 这段视频被上传至网络后 很多网友对孙某的行为表示谴责 最终中国铁路济南局集团公司表示 孙某被处治安罚款200元 并在180天内被限制购票乘坐火车 2018年9月 另一期女乘客罢座事件 同样引发舆论关注 在G6078自列车上 一女子拿着靠过道位置的车票 却强行要坐在靠窗位置 工作人员一再讲明情况 该女子仍拒不让座 最终女乘客周某同样被处治安罚款200元 并在180天内被限制购票乘坐火车 2018年5月1号 关于在一定期限内适当限制特定严重失信人乘坐火车 推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意见正式实施 意见列出七种在火车上的限制性行为 其中包括扰乱铁路战车运输秩序 且危及铁路安全 造成严重社会不良影响的 意见提出 凡发生上述行为 被公安机关予以行政处罚 或立为刑事案件的 由相关铁路公安局通报 相关铁路局集团有限公司 并纳入惩戒名单 将在一定期限内限制其乘坐火车 而在广州等一些地方 已将罢坐 伪造证据乘车等 纳入失信行为 并制定相应的失信惩戒措施 那么面对诸多失信行为 该怎样做才能真正捍卫规则呢 我们看到这几起事件当中 刚才其实学来也说了 几起八座事件 给出的最多的处罚是 半年不许坐火车 有个别的行政拘留 这种情况学来你觉得够重吗 我觉得一点都不重 我记得有这样一件事 一个非常优秀的中国女留学生 在海外某国 在找工作 然后她的成绩真的非常优异 学校也很好 但是她最后被所有的单位都拒绝了 为什么 因为她曾经在坐地铁的时候逃票 进入了她的信用档案 所以她想去找好工作 对不起 因为你不是一个成绩的人 这个社会对你说no 那我觉得如果我们真的在国内违反规则的时候 也有类似程度的 类似高度的一个处罚 我觉得很多人会害怕 刚才学来也提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就是当我们所有的社会规则 实际上都是来自民众 对它意志达成和共同认知 然后上升到一个国家权力机关 把它固化下来 也形成一个规则 比如我们已经意识到 在霸坐了 包括一些高体商不接受检票 拒绝配合等等这种行为 已经构成可能我们不能容忍的 这个社会所有人都达成共识 不能容忍的 那应该以刑法 而不是简单的行政处罚 来界定的事 那我们说慢慢慢慢 规则就会发生变化 我们也说中国的高铁 现在已经在技术上 走在了世界的前列 那我们在高铁上 在车厢上这种文明意识 是不是也走在了世界的前列呢 其他国家对于铁路上 发生类似一样的情况 他们会有什么样的办法呢 那我们来听听海外观察员 他们是怎么说的 日本仙台的电车上 曾经发生了一起 老人一老卖老的霸坐事件 仙台老人联会的一名六旬纸员 在某个周一的早晨 在仙台站上车 并在一排座位上摆放 印有大型字体的多张A4纸写道 下一站会有16名老人上车 一次警告其他乘客不要坐 车上的乘客见到霸坐纸之后 都没有入座 列车车务长经过时发现了这些情况 随即对霸坐老人进行口头警告 这位老人的霸坐行为算是情节比较轻的 如果列车上的不当行为妨碍了列车运行安全 依据日本的铁道运营法 将处以2万日元以下的罚金 但对于不当行为的教育 对于日本社会这个可能是全世界最多理的国家而言 可谓是从儿童时期就开始的 日本大概也是全世界书店里最多各式各样理道德书的国家 迄今走在东京地下铁车站 仍然能不实现到道德宣传海报 最早从1974年7月就已经开始 已经持续了45年之久 而且还在继续坐下去 相对咱们中国来说 加拿大显得地广人稀 虽然这里的公交系统的四通八达程度 不能和咱中国的一线城市比 但说起乘车的秩序文明程度等等 却相对比较高 像在多伦多的上下班高峰期 大家都不会拥挤 上不去就上不去 人们就自觉等下一班 很少见过抢座位的情况 以及因此争吵的状况发生 欧洲的公共交通和国内很不一样的地方是 最近几年 地铁上才开始加装需要刷票进入的炸机 所以逃票行为非常的常见 上个月社交媒体上有个非常火的视频 有一个人在布鲁塞尔某一站的公交车上 告诉乘客说下一站有查票的 所以这些没有买票的乘客赶紧下车 从车上陆续下来了20多个人左右 所以可见公交车上逃票的比例有多高 前段时间布鲁塞尔这边就组织了一个大型的查票 可能查到大概比如10个人当中会有三四个 就是没有票的 大概这个比例 就是这个自私或者说这个想破坏规则 给自己带来一些利益的人 哪都有任何国家都有 那在这种情况下 比如说我们怎么来判定说一个国家 它的公民素质和它的法律和社会文化 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关系呢 其实我们从公共管理角度也在思考一个问题 我们公民需要个人要成长起来 你要对你的行为负责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这发生的大量案例 好多他就有一个观念 他有一个路径依赖 就是说过去我这样干没事 我就说谁也干预不了我 谁也奈何不了我 那现在我们看我们要强化 你要对你的行为负责 这是我们在转型过程中 逐步要让每一个公民意识到的 你是这个国家的主任 怎么体现出来 对你的行为 对你的国家 对你的组织 对你周围的人负起责任 所以这些应该在 不管是在欧盟还是印枚 对于社会管理这一块 就是从公权的这一块 都是加大制裁力度 除此之外 在法律层面之外 就是社会真心体系 都是比较完善的 所以如果我们把这几块结合起来 共同来发生作用 经常看到这样的案例 说小朋友说 我们过马路的时候 要红灯亭 绿灯行 然后经常爹妈说 行 甭管了 走吧 我们按理说 应该是父母交给孩子 怎么又在很多案例当中 变成了孩子告诉父母呢 不管是哪个国家 文明的进展是规则的 不但的增多的一个过程 我们中国毕竟改开放的40年 才开始不但的强化这个规则 有些都是新的规则 过去从来没有过 接下来需要新一代的人 他来去建立一个规则 然后再去影响上一代 再去影响他的下一代 曾经美国新泽西州 一个男孩他的膝盖受伤了 他就必须要去穿短裤 防止受伤的部分摩擦 但这个学校规定 男生是一定不能穿短裤的 所以我家长到学校 去和校方进行协商 结论是什么呢 是让这个孩子穿一个短裙 因为学校的规定 没有说男生不许穿裙子 就可想而知 从小孩子就知道 这个规则一定要去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